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收看三五大书问带来的DOTA2比赛解说啊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OG对战Liquid总决赛第三场的比赛那么这个是2016年马尼拉特级锦标赛春季赛的比赛那么这也是还是继续给大家做直播解说啊那么虽然我没办法去开直播我没办法就开直播但是呢我还是争取把这个视频第一时间给大家做出来 好吧来看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BP OG上来是搬掉了DP和狗DP和狗这两个点还是没有放然后呢第三手还是搬掉了一个小鹿而Liquid则继续搬大牛和卡尔然后第三手搬掉的是一个半人马感觉跟第二场比赛的BP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拿人方面OG上来是拿了凤凰和虚空而Liquid则继续去抢大鱼一手直接抢到大鱼OG拿出虚空加凤凰这个组合以后呢 Liquid是补了一手土猫第四手的搬人方面OG是搬掉了链金而Liquid则是搬掉了小精灵 看下OG第三手的拿人 这个凤凰加虚空的组合也是简单粗暴非常的简单粗暴但是非常有效 只不过就这场比赛呢上一场比赛的土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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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OG拿的 看下OG的第三手拿人第三手拿人现在反正跟上一盘比赛的变化肯定是要有一些 但我觉得这场应该不会再拿出来剑胜的中单了再拿出剑胜的中单是容易比较被针对的 先拿了一手Lion OG的Lion OG的Lion打的也非常不错 我觉得世界上Lion这个英雄用的最好的两个队伍 一个是牛逼一个就是OG就这两个队伍最好的我觉得是牛逼的Lion用的是最好的 看下Liquid准备怎么去应对 因为OG现在这边他可以把中单这个位置现在留一留 因为他们的中单的这个英雄池还是比较深的 可选的范围比较大 稍微等一等 Liquid准备的第三手的英雄想的时间也是比较长 这个备用时间也是用掉了差不多快一分钟了 第二场比赛感觉就是完全是被算计了 Liquid选择在第三手拿了一个复仇 想了很长时间拿了一个复仇 复仇这个英雄拿出来这个战争无非就是为了针对有点虚空 但是有点治标不治本 因为他这个OG是虚空配凤凰的体系 就是复仇这个等下感觉有点治标不治本的一个一个感觉 看一下OG的第四手拿人 现在这个虚空他们现在虚空真的不一定打几号呗 你真拿出来一个他们这种一号位虚空怎么破你说 你现在他这个虚空一号位二三号位都可以打 看OG的下一手拿人他现在这个中单还没有拿出来 呃三号位的虚空的话交给木温去打问题不大 木温打的虚空也不错 261另外就是利用双方BP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你不是经常关注这个刀打界的新闻的话呢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由于这一次 传统豪强OG这个EG和Secret这两支队伍在这届比赛当中是一个雪崩的一个结局 跟有点类似于冬季赛的中国队 所以也是进行又进行了一次大换解 那个Universe好像是回到了EG 肉哥是重新从这个Secret回到了EG 然后呢好像RTZ也要回来 RTZ也要回来 然后两千哥这边我估计应该是待不下去了 两千哥他这个这届比赛 从他这届比赛这个一号位的发挥来说的话 感觉明显还是差一些 然后据说在好像也要回来 就之前的这个 之前也是功臣 之前也是功臣那个在好像也是要回来 如果这样的话 EG的这个实力阵容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 但是Secret就雪崩了 大家可以想一下Universe走了 W33是之前他们自己都送走了 然后宇宙哥也走了 你想想他们还剩下谁 对吧 所以就Secret这回估计是雪崩了 OG还是拿了个箭手 哎呦 想到最后实在是想不出来什么特别靠谱的 因为Liquid这个前三手拿人 他基本上走的还是一个三四五的一个路线 然后我先把辅助拿出来 然后再慢慢去想慢慢去针对你这个大哥 就是你的大哥中单 我用我的大哥中单来针对你 Liquid在第四手继续拿狼人 大鱼加狼人加VS的一个双减甲加冲脸的一个路线 物理输出非常足 走的完全是一个物理输出的路线 OG这边是一个物理加法系的一个比较结合的一个路线 最后一手搬成OG选择是搬掉了一个中单的亚龙 那应该不除以外 还是一个剑圣的中单 剑圣中单 就亚龙不太好打 其他大部分的线霸 就是所谓的常规的咱们说这种线霸英雄 或者说在中路比较好混的英雄 剑圣都不怕 我自己最近由于经常跟朋友去开黑 然后呢 各方面的原因吧 我也是经常被迫去用这种大哥位去打中单 然后我用剑圣在中单的过程当中 感觉就是像剑圣打什么卡尔啊 什么斗斯啊 什么就这种传统的意义上的中单的英雄都很好打 就是其实说白了 剑圣适合适合去打什么样的英雄呢 就是这种没有第一没有逃生技 第二初始移速比剑圣慢的这种英雄 这个是剑圣都特别适合去打这种中单 没有逃生技 那就很有可能会被剑圣出了香味以后 就追着然后开一个转就直接堆死了 然后如果你说出你的移速没有剑圣快的话 那可能前期我连香味都不用出 一个草鞋就把你意思了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再加上剑圣初始移速还算不错 他好像是305我集中 不是300就是300 好像是305 这个初始移速 这个初始移速跟大多数的法师相比都是比较快的 看一下最后一手搬人 力快的现在很难搬这一手人 他真的不知道对这个虚空跟剑圣到底是几号位 你现在突然间把这个剑圣拿给NOTEL去打 然后木温去打虚空 最后一手给Miracle拿一手中单出来 这也不是不可能 凤凰跟Lion这两个英雄完全不需要钱 就靠打架混钱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个123号位现在等于OG拿了四手人 123号位没定下来 你要力快的这个你说他这个搬人得有多痛苦 对吧 他这边最后一手搬了一个潮汐 搬了一个潮汐的话 也就是猜测到还是一个12号位的剑圣跟虚空 而且木温的虚空 NOTEL的这个 NOTEL的剑圣也是打得都不错的 所以他这个OG 有的是不得不佩服他们这支队伍 他们主要是12号位老是互换 而且12号位这两个人的英雄池太深了 远比其他大多数的这种12号位可以互换 同样的12号位互换那种队伍还有谁呢 就是这个MAP MAP他们这个经常换 你看OG最后一手拿出一个死棍来 NOTEL的死棍 然后呢让木温去打一个3号位的虚空 不过OG这套体系拿得真的是够勇敢的 近战的两个近战大核配了一个虚空的3号位 这套这种体系真的拿的是充满了勇气 有没有智慧咱们打的打的过程当中再说 勇气是绝对是十足的 好吧这个马上就进入到比赛当中 我们今天的这个 最少加上这场比赛最少还有两场比赛 最多还有三场比赛 那么这个春季赛也就马上落下帷幕了 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能够多多给我支持 不一定非得要打赏 当然你打赏我更开心 非常开心 能够去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优酷频道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频道 包括咱们在这个YouTube上面 看我视频的朋友 如果愿意去支持我的这个视频 也是非常感谢各位 这个挣扎守卫放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非常的鸡贼 这两个眼肯定会排一个 不出一半肯定会排一个 这里还是龙骑的一个中单 然后呢 OG则是继续选择Miracle的一个剑胜 去打中单的龙骑 木纹的一个虚空 Fly的凤凰 这个没有什么变化 NOTEL选择去打一个死问 上一场比赛 NOTEL的这个1号位虚空 直接本来吓尿了 不知道死问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新鲜的吧 你死问不能再偷个A仗出来跟我玩吧 还真没准 还真没准你别说 死问的这个A仗效果拿出来的话 就是他吼一个大招 然后坚胜就变成疯狗了 死问出一个A仗 坚胜出个什么 晕锤冰眼BKB 就是出这种装备 增加自己输出环境那种装备 然后死问跟着就行了 开个大开个吼 然后变成一个给 负责给坚胜加攻加防 虚空提供一个控制 然后呢 这边木纹 木纹抢到了这个服 一个跳漂亮 OJ的这场比赛 这个木纹这一块打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扛住了对对方第一波所有的伤害 浪费了你一波蓝 然后我还基本上是一个满血回来 抢了你一个服 在你面前不光是装了B就跑 而且是装了一个很大的 是吧 这样的话又是跟上局的中路对线一样 看看这局比赛 Liquid是不是要考虑去帮一下中路的这个发达龙旗 就我们能够看得出来 发达的这个龙旗在跟其他的 就不管是龙旗他的龙旗 还是他的其他英雄 只要就是发达在玩 他在跟其他任何一个中单 就是大一线队友这些中单的对线 他都不吃飞 唯独打米尔火的吃亏 这个有的时候个人实力的差距 就哪怕差一点 对吧 就是你战斗力100 我战斗力98 那有可能在这个实战当中 这个两点的差距就慢慢被滚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就 有的时候我真的我一直就在说 我说我特别特别羡慕OG这支战队 我觉得他们这五个人能凑成一队 简直就 简直就像潘金梁和西门庆一样合适 你知道吗 真的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 真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Miracle表示我就是闭麦听歌一杯酒 然后队友表示我们就是铁了心的四宝一 对吧 奇迹虐我欠百遍 我带奇迹如初恋 下路的这个Miracle在这里面 背对方的是一个钢三 这种钢三收效是非常低的 这种Liquid的钢三模式是非常不推荐的 他等于这两个人占了很多狼人的经验 你看现在两分钟了狼人还没有升到二级 然后反过来呢 虚空升到二了 这两个人杀怼了半天 怼的是一个虚空 杀不掉这个虚空 你与其这样还不如过来保一保发他的龙旗 对吧 你过来去吓唬吓唬这个键上 保一保发他的龙旗 这个可能都收益更高一点 插一个真眼把对方的一个真眼排掉 但是这个真眼的位置正好是排不掉这个假眼 这个就是这两个眼的一个比较鸡贼的一个点 就这个假眼的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学一点 位置很简单 就是这个野区第一棵树向下沿线的一个位置 你只要插在这一带就可以了 这个简就拍不到 这里两个人又过来怼一波木耳 但木耳根本就不怕你怼啊 对吧 我四十点蓝的一个时间漫游这个技能 我根本就不怕你怼我 fly空到一个上路的加速 看来是要让给miracle 没有让 没有让呢 miracle这边为什么要开转呢 运皮了 选择去运皮了 让凤王把这个加速给吃了 这波我不理解啊 看刚才他们的动作应该是miracle一个转吧 比如兵推过去 然后呢马上去上路控手加速 这样的话就不用运皮了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节奏 就世界上我知道的能够就是让中单 一直不停的踏踏实实的去用机运皮的这个队伍 就两只 一只是og 这个miracle 他的中单可以不停的去运皮 另外一个就是navi 登帝可以不停的去运皮 但是以往版本 就是早期版本的登帝 他运皮是怎么运 他是单独有一只鸡 就是他们队伍是会买两只鸡 有一个鸡专门用来给登帝去运皮 然后另外一只鸡是其他人去用 这个是很早期版本的时候了 现在也没有这样 现在也就无非就是登帝也是在中路自己去运皮 基本上就这两只队伍可以这么四无鸡蛋的干 其他的队伍这个中路的运皮都没有运的这么狠的 楼台要在上路里发育也是非常不错 目前为止是一个全场补刀第一 然后你看虚空这个点 虚空现在我虽然只有六刀 但是我现在等级快四级了 我等级比你狼人的经验还稍微多一点点 等于这两个酱油在这个地方逛了半天的街 一点都没有压制住对方虚空的这个发育 我虚空纯粹一个三号位的虚空 我真的是不需要什么钱的 这里莫远这波也拉不到了 这个拉不到了 来拉回来两个兵还行 拉回来两个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兵线拖过来一些 上路OJ的这个酱油 你看OJ的这个二人组 OJ的这个二人组呢 Lion这边一直在拉野 拉到了四级的等级 Lion这边还推到一个塔 撒财了 一千块了 这个CR1D瞬间就可以展望一下自己这把跳了 这一下 还是要先做绿鞋吗 我觉得可以展望一下自己的跳刀了真的 比方说现在Lion从现在开始 完全不死 就完全不死 在考虑死的情况下 稍微拉一拉野 嗯 五分钟的工资大概是 五分钟的工资大概能有多少钱啊 三百多 四百 然后呢 再稍微拉一拉野 稍微拉点小野 这十分钟没准就把跳刀掏出来了 这类 真的是可以展望一下自己的跳刀了直接 NOTEL这个上路的线站的也是非常的稳 对方是直接放空的 然后对方选择的是一个大鱼跑去野区去打野 绿鞋一个大 绿鞋缸铳铁钢爪的大鱼去打野 下落木恩呢 基本上也是可以发育五级了 这个木恩已经 天徽这边扫描了一下 看了一下木恩这个位置 然后地图上现在看不到对方其他的酱油 也是扫一下看有没有人来游走 感觉这个六分钟这儿时间 对方可能有些关键人物等级到六了 天上这儿是吃了一发双倍 然后又空了一首奥处 协奏完美 木恩的这个虚空啊 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想起来 OG这场比赛BP的时候的前四手英雄拿出来 我现在我想起来 我都觉得特别在想笑 这个笑真的不是嘲讽 我真的觉得为OG这支队伍的一个智慧点个赞啊 这太逗了就是队伍这个人拿的 真的是太鸡贼了 这点人拿的前四手英雄拿出来 你确定不了他的一二三号位 你说这个你说你这个BP怎么办 真的就摆给摆在Liquid的面前的 这个问题就已经搁这儿了 对吧 我前四手英雄拿出来 你不知道我谁去打一二三号位 这一二三号位都没定下来 然后只剩一个位置去决定 你作为BP手而言 Liquid这个BP手要承担多大的压力 这里虚空一个大招定住 这里土猫救一下狼人 再打出一个云 这运气也是没谁了 凤凰这一个普通攻击 直接把带走 默认这一个跳 解除伤害的同时上来 打晕 我打晕 就是不出那就不追了 就是不出晕那就算了 这凤凰大鱼还在拼了命的追凤凰 这个凤凰这应该是死了 凤凰太脆前期 灵护甲的一个英雄啊 凤凰是一个灵护甲的英雄 我觉得这点设定的简直是太混蛋了 都知道凤凰这英雄厉害 但是凤凰这英雄真的是不能挨揍 一挨揍就死 全刀塔几乎没有任何一个英雄 三级的时候还是零护甲 好像凤凰是唯一一个 好像凤凰是唯一一个 他的这个敏捷成长一级只有1.3 按照刀塔7点敏加一点 防御力来看的话 就是凤凰要升6级才能加一点防 升6级加一点防御力 然后也就是说他升到满级 大概自身的防御力能够有个4点到5点 在这里狼人直接变狼 过来怼一下CRT给手变阳 没有来得及 被对方直接土猫一波技能的配合给击杀 但是绝狗是被这个兵给击杀掉 土猫这个英雄在当前这个版本 就之前的比赛环节当中 比如说小祖赛 小祖赛和淘汰赛的前半场 大家对这个土猫的依赖都非常的低 但是到了这个决赛阶段 土猫又是重新成为了大家非常重视的一个英雄 这两个人就打这个盾 感觉有点费劲啊 这个一级的棍子 还是加血有点加不上来的一个感觉 大鱼这个地方没有跳刀 没有跳刀的话破误了 但是没有跳刀杀不掉 这Miracle这里 血量补满 血量补满的 这里喷了一颗火没有喷到人 这肩上出了一个大直接斩死了土猫 我的天哪 这个Miracle 哎呀 鸡贼的不行啊 这个家伙 Notel这里这个状态不是很好 但是Miracle已经又有了第二个棒子 又把第二个大棒子递起来了 这里叫地上了 哥俩打不过叫地上了 大鱼这个地方没有跳 他只能是看一看 他就算冲进去的话也是一个要死的节奏 小木耳这里边手里钻是钻这一发大招的 血量拿到盾 打完以后果断的一波开悟 发达了这个龙骑 发达这个龙骑要走 这边要走 直接选择吃树了 直接选择砍树进里边来了 OG这边好像也是一个要 也不犹豫 也没有做太多的 这里看到这个剑上了 看到这个剑上的 CRT真的是直接裸了把跳出来 你看这十分钟CRT躲出一把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发达这里直接被怼死 木耳也是冲出来直接定住了CROK CROK这波肯定是要死 看看谁能捡到这个人头 一个普攻 诶 凤华上来 一带走 nice 土猫给了一个大招 这样的话CRT可以带走 CRT这个伤害 诶 这个棒子 又一个棒子好了 狼人在上路抓紧机会想去推波线 但是有点来不及 死温这里直接回到线上 一个B张已经到手 夹腿也做出来了 哎呦 这一场比赛 我想一想啊 如果换成是我 OG前四手拿出来一个虚空 一个剑圣 一个凤凰 一个lion的话 我要是扮人的话 我会扮谁 我想一想啊 按照OG的尿定 如果是我扮人的话 我肯定不会扮仇息 这是肯定的 呃 因为死温这个英雄啊 死温这个英雄 是打狼人比较好打的 他打狼人体系 是很好打的一个英雄 所以他最后一手 拿出一个死温来 你这边拿狼人体系 我最后一手掏出一个死温来 这个就有点让利溃的无语了 就非常无语的一个选择 这是 如果让我办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去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 一个强点 因为我猜不透你 对吧 我不能做到知己知彼 但是我能做到知己就可以了 呃 做到自己的一个强点去搬的话 自己这边狼人大哥位 愚人的三号位 然后双年甲加上龙旗 我会去搬谁 诶 我想不出来 这里一个大招直接被怼死 这个鱼人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鱼人反应非常的快 被对方扬住以后 被对方过来穿刺以后 直接第一时间开出了自己的一个加速 然后呢 发现 就被怼死了 这个换一下 换一下 没有换5级复仇 好尴尬 好尴尬 这样啊 又是无损 杀到对方的一个大鱼 这个Lion还真是 十分钟掏出一把跳了 他点掉那个塔以后 我就觉得一个Lion前进有点顺 本来就拉也拉得很开心 然后又捡到一个塔前 就直接裸出一把跳了 这个节奏就带着飞起了 这枯空跳过来一个大 定住两个人 一个激光 两个人全中 凤凰 这里是可以考虑交一下自己这个盾的 这副虫被怼死 发大一个锤子 锤到脸上 这里土猫给上一个石头 想救 没有救掉 凤凰变弹 掩护一下对手车退 剑上插上一个棒子 交一下血二级的棒子 这波不会有人死 凤凰这波弹下来以后 诶真的我跟你说 我想了半天 如果我是Liquid的BP手的话 刚才那种情况 我真的不知道该办谁 我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出来 我这看比赛 我自己做视频 做视频做了半年 做了好几百部视频 自己看过的视频比赛 可能快有一千场都不止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居然是想不出来 他应该办谁 我会办谁 DS是不是已经办了呀 DS是不是已经办了 我有可能会办一首DS 但是DS当时办没办 我忘了这场比赛 然后自己的这个阵容呢 如果为了保护狼人 那就肯定是要办死分 但是我估计 当时在有了虚空有了坚胜 然后再加上上一场的 这个惯性思维出来的话 他们可能不会想到 对方会拿死分这个英雄 因为有虚空 如果你拿死分 也就意味着虚空是一个三号位 虚空的三号位去控制 坚胜和死分 这两个点是不太好输出的 这如果用惯性思维来想的话 就是这样 所以这场比赛 OG的这个BP啊 我真的是服 我真心是服 我觉得如果能够给一个 就是让牛逼啊 让牛逼 让牛逼的这个BP手 能够有OG这样的智慧 有这样的智慧 我觉得牛逼所向皮靡 真的 反正在我看来 世界上能够打败牛逼的只有卡卡 要是拉出来一波阳谷 这波NOTIO直接开避章就可以清了 根本就不需要去开大 箭上给插上一个棒子 又是一个无伤的清野 这哥俩可以随便杀 谁杀都无所谓 还是选择让给了NOTIO 那看来NOTIO是有一个重要装备要出 要出BKB 建议上过来抖一波经验 这样的话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 15分钟我都忘了切经济面板 我一直在想这个BP的事 这里非常抱歉 但其实不看经济面板 大概也能想得出来 因为这个局势基本上一边倒 经验跟经济都是以5000加的差距 经济差的更多一点 将近7500 捕刀方面 这个死闻122刀 剑剩只有70刀 你看OG这场比赛就是画风一转 我上一场比赛 NOTIO打了一号位虚空 全场各种辅助装 然后让所有的资源都让给Miracle去刷 Miracle甚至为此处理把狂战 然后就增加自己刷钱的效率 和清对方这种召唤生物的速度 然后这场比赛画风一转 直接就是把这个刷钱的主要重刃交给了NOTIO去刷 然后我Miracle去打一个真正异常的二号位 相位天鹰单刀 这一波Liquid准备上来去耗一波高地的血 但是你这种耗血是耗不过的 VS这个换已经用过了 你这个已经用过了 你后续这个团战怎么接我想知道 一刀两刀三刀VS直接死 这块木本没有放出大招了 所有的人再过来把这个弹给切掉 NOTIO开启BKB Miracle这里要死 Miracle这里好像要被狼人给怼死了 差一下差一下 漂亮怼死 这样了NOTIO的盾也没了 这波团战打输了 这波团战 NOTIO冲的太早了 冲上去以后Fly是没办法 只能上去变一个弹 而且这波虚空的一个位置被对方冲过去后 被对方直接给先手定住 没有放出大致被秒了 这个不好说是 这波团战是谁的锅 只能说是Liquid准备的更充分一点 OG这一次团战是有点大意了 让对方打了一波零环四吧 应该是 刚才我记得是8比2的人头 零环四 而且买活了两个人 好像是 肩胜和凤啊买活了 那这个经济这波团战下来的话 狼人的经济直接是追到了第二 龙旗的经济也是超过了剑胜 而虚空的经济这波也是不太好 OG需要稳一下 这个节奏需要稳一下 这一波团战被对方打回来了5000多的经济差 龙旗也直接掏出了一把跳 跳刀加上必章 那这样的话 Liquid等于找到了一波很好的一个机会 去把这个局面找机会翻回来 这波确实感觉OG有点大意了 其实按他们的实力和这个 这支队伍的实力来说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错误 对方这个R是对这个死问有想法 所有的队友全部都TP支援到位 大鱼这个地方是还在还在找机会 双方等于在下路这边又要纠缠一下 这波团战可以打 NOTEL这边虽然说血不多 但是有一个棒子马上可以加满 Liquid这边集合了这么多人过来 肯定是想推这个下路一塔的 死问 死问的这个BKB出的 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跳刀配合 要跳刀配合 就会导致他切入战场太慢 所以OG准备是主动打 凯利波雾准备主动打 这里要破窝 这里要破窝 撞发大的龙骑了 应该是看见了 这个视野是可以看到的白天 跳到羊 羊柱 VS在哪 VS在哪 VS要找机会换 直接被秒吗 VS换一手 但是被死问捶住了 CR1T这个地方肯定是要死 但是Miracle Miracle这里给上了一个沉默 凤王拉一手变一个弹 掩护一下 但是Miracle这里还是死了 摸完过来一个大定住 Crokey和这个土猫 这里凤王变弹砸下来 再加上一个激光 土猫这里直接被带走 这样的话就是打了一波 二换三 OG这波还是打转了 先手龙骑这个效果还是不错 只不过就是为了杀这个龙骑 剑剑一个人追的太深了 他不追进去的话 龙骑死不了 就被VS换出来 龙骑死不了 这波就崩了 自己去跟对方龙骑互换 绝对是转的 因为现在对方龙骑比他值钱 距离柔软杀心 还有大概20秒左右 还有这个大鱼 这个大鱼好机智 好机智 虚空也是直接做出了甲腿祭瓶油 直接先出一把跳 跳到这个是一个纯三号位的虚空 那么NOTEL这里可以清一波羊狗 再拉一波吗 这不是拉一波 直接清不掉了吗 这原地打就是了 没有吸血 这里Liquid选择要过来打盾 这波打盾的话 凤凰的变弹好像没有变弹 NOTEL这里被对方一波激火 木岸过来锁一下CD 发大的龙骑被这个激光直接给戳死了 NOTEL开大开BKB以后 直接反杀掉了对方的龙骑 这块木岸找到对方的大鱼 大鱼差一点 差一点没跳出来 木岸一个大 没有大 吓唬了一下对方 因为他跳的抬手动作 跟这个大招是一样的 吓唬了一下对方 Miracle这波赶到战场的时间 还算是及时 这样的话又是白白杀掉对方的一个龙骑 龙骑的这个经济又是受阻了 坚胜可以找机会往上抄一下 不过你不得不佩服的是Liquid 这个狼人的经济 补经济能力确实很强 他的经济一直可以稳稳的追逐对方的这个 第一名 就是有可能在不顺的情况下 他能追得上 这个如果他们顺的话 他肯定是要超了不少 这场比赛进行的21分钟 现在还是比较胶着的一个场面 OJ重新把经济和界限领先到了5000加 但是对于局面的控制力 好像是没有上一盘比赛那么明显 这场比赛主要是土猫的原因 这个土猫确实是给OJ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困扰 这波双猫要开始在这个 柔转这边开始拉锯站了 看下死温的装备 死温没有去选择出跳刀 没有选择出跳刀的话 那就是说他们还是准备是让这个靠虚空 靠虚空的这个跳大 然后把敌人定住 然后再找机会去输出 不用都要去这种就是那种搏命式的打法 搏命式的死温 就是开始跳刀 KBKB冲上你直接掳一波 然后再给让对方迅速减缘 再让队友找机会 他们等于不打算这么打 还是打算打一个比较稳妥的套路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两把跳了 剑圣的装备现在是有点着急 他有点穷了 这个这场比赛 还是要推下塔 这个Liquid还是要过来推下塔 剑圣这边TP是有CD的 TP到下落二塔 这波肯定是要打 你现在OG也没有道理放塔的 优势不放塔是肯定的 何况我还可以在优势路这个 我还可以在这个塔下去补一补刀 我没有必要去放塔 诶 这里是看到对方的这里有一个假眼 NOTEL的赚一波外快 这里看一下鸟身上的装备 鸟身上索子甲 强袭胸甲 这个 这两个东西都是死问的 死问距离自己的强袭还差900块 清完这波怪以后就还差600块左右 600到700块吧 600块左右 诶 让给了剑圣 剑圣要出什么装备吗 马上看一下 啊 剑圣是着急出分身斧 差这一刀 就差这一点钱 正好杀这个外扣 拿到自己的分身斧 出枪外 一波开卧 直接过来找人打 这个虚空 加上Lan 加上凤凰的这个数 诶 这也破误了 大鱼 大鱼 这里没有定到对方 第一时间 给上一个羊 这里虚空过来以后 没有机会去放大 没有一个人位置追的 有点靠上 准备去截对方后排的这个支援 这里死问一个锤 开着BKB 把你的召唤生物想给你砍了 是什么意思呀 这波要撤一下 这波要撤一下 这波要如果被对方反追上打的话 有可能要团灭的 木魂手里还有一把 有一把大招 封往还有一个变弹 调整好阵型 该在后排去撑着的去撑一下 这里插上一发针眼 等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双方现在都不敢轻易往上走 死问这波 刚才的BKB虽然开了 但是刚才死问并没有开大 死问的大招现在CD还是有的 不知道Liquid有没有注意到这点 这样的话BKB的CD是很短的 BKB的CD只有60秒 一分钟一个 刨具持续的时间等于就是50秒 又是这二人组进来打盾 三个队友在外面蹲 两个大哥进去打盾 这两个狼是进来看到了 但是再往过赶的话 好像是有一点来不及 而且就算是赶过来了 这个Rosean的团体能不能打得过也是一个问题 还是老战术高地凤凰高地弹 在空中的一个弹 这里死问也是拿到了自己的墙鞋 这个其实是OG很强势的一波 这波Liquid要打的话我觉得会溃败的呀 狼人的下一步只狼还有五秒钟的CD 这五秒钟已经足够他们把这个打掉了 这大鱼的跳残 大鱼跳残 大鱼跳残 那他要是提将开启了BKB 抢到队以后一个锤锤撞 一个Line 一个大招直接把这个大鱼给秒掉了 这大鱼开始加速 挨Line大就是第二次了吧 这个伤害 那这样的话这波打完了的话 OG又是占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便宜 杀了一个人 拿了一个盾 而且我大招一个都没开 就死问开了个打 但是死问这个大招CD也还是很短 我直接可以过来推一波你的中二塔 带盾推你的二塔 这波你总要给吧 推你二塔不过分吧 我带盾 我这所有的人都有大的情况下 等会刚才那波凤凰也没有变弹 虚空也没有扔大 尖胜的大招也还钻在手里 只有Line甩了一个大招 让二塔直接给 是不是直接可以考虑上一波高呢 不上 要等一下CD 死问这波没有大 而且上路的这个兵线有点 有点不太好 下路的一个一塔的兵线 死问回来收一波 这个经济这样刷下去的话 这个狼人是刷不过的 狼人本来就打不过死问 这个眼正好是看见大鱼了 一波开我刚才这个眼是正好看见大鱼的一个边 这个大鱼站到这的时候看到了大鱼的一个边 这边直接开我往上走 但是龙但是 剑胜是直接选择TP到了下路去去刷钱 Line也是跳刀推推 CRT的一个Line 这场比赛 就上路的那一个塔 我跟你说 这有的时候就是运气 你上路的一个塔 直接就造就了一个十分钟跳刀的Line 这个游戏就不好打了 来这里土猫 这个土猫 这个土猫这个位置 这里土猫 Line直接跳走 但是被对方换成推推 袖住了对方所有的技能 法塔没有被定住 但是被给了一手羊 大鱼被瞬秒 Croke也被牵上一个大招瞬秒 我去CRT 这个跳刀真是不白出啊 这个推推也是刚刚就立功了 躲掉了对方所有的技能 等于是被对方完爆这一波团战 Liquid 这个OG的状态最近真的好得有点爆炸了 这边没有撞到 没有撞到这个土猫 这个滚 剑胜当时明显是想的 他肯定知道 这土猫当时的想法肯定就是 你敢过来 我就是翻滚的同时 往你这脸上剃掉石头 然后溜 然后剑胜想的就是 我看我看你往地上放石头的时候 我就开转 双方勾心斗倒了半天 最后两个人都是省了一步 都省了一步 Miracle直接开的转 然后土猫是没有踢石头 琢磨了半天俩人 但是这个外塔还照着 哎这个 这个眼是看到狼人 这狼人要被瞬秒的一个感觉 直接秒掉狼人 CRT的LAND 这里再一个推推 就一手自己 NOTEL又是怼死了一个土猫 这样的话一个大招怼的发大的脸上 再跳过来以后下一个锤没有蓝 下一个锤没有蓝 切夹腿 不过蓝口一嗓子加个素 发在这里还在秀避章 但是这回没机会了 死云过来一刀直接怼死 这里有CRT 还能秀吗 没秀 没法秀了 这样吧 NOTEL完成一波三杀 完成了LAND那边一分四 LAND是通过自己的挑刀 加上推推这两个技能 秀掉了对方的很重要的一轮技能 这样的话自己没有死 给队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输出环境 这样啊这一路高低高破 应该是 没有塔房吧 没有塔房的话呢 应该是一路 也有可能是这一路拆完以后 不拆远程冰冰 直接来拆中 还是选择把一路拆光 拆光的话就走了 一路拆光就直接走 这样也行 也算是最稳妥的一种做法 肩上呢是 把瓶子拿回家 拿到了 拿到一个净化刀 那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我们看见是经济差 已经是来到了15000加 经验差也是超过了15000 这样的话 OG这场比赛不出大的意外 应该是拿下了 同样的 同样的一个中单 同样的一个对剑 然后结局呢也是差不太多 三十分钟 这场比赛看完那个 哎呦这里 尖尚 这个真眼 这个真眼 但是好像 好像尖尚有机会 一个展 旁边的逼人有点多 小逼人有点多 那尖尚这波肯定是去了 运气也是不好 这个真眼是刚刚才插上的 走过来以后刚刚坐上了一个真眼 看到了尖尚的本体 这波看一下尖尚损失了多少钱 479块 杀了一个人 找回来1500的经济差距 狼人拿的这个人头 看一下狼人的装备 狼人的装备现在也很关键 三级出也是在做墙鞋 甲腿三级出祭品在做墙鞋 墙鞋应该做出来了吧 已经做出来了 这块这个假眼 这块这个假眼要命了 这波OG我感觉又要出事 感觉这波OG要出事 这块这个假眼是看见这个人了 CRET这里会不会再被换一下 死温已经是BKB 已经是大炮在手了 大炮强袭挑刀BKB 这个死温现在是最强一波 要开悟 这波明显是要开悟的一个节奏 看一下在哪开 在哪开 直接开对 直接开就对了 现在不要往上走 直接从中路往上弩 直接过来的话 没有找到对方的人 对方的人全部在自己家的野区 扫描也没有扫描到对方的人 上路看见一个土猫 是不是要包过来 是不是要包过来 这个包过来的话 土猫没有回程 这里跳羊直接羊住 这个土猫肯定是秒吧 这基本上就是尖剩几刀就死了 Liquid的选择是直接过来推中塔 上路反正高地已经破了 你在推上路也没什么意思 我直接过来推中塔 把你吸引回来 这个地方这个Fly 还有这个Fly 这里莫恩Fly虽然死了 但是莫恩过来一个大招 定住两个人 这一手穿刺 穿刺一穿二 漂亮 这里大鱼被VS换一手 但是死温上来了 两刀剑射 直接剑射死了 对方的VS 龙旗也直接被一刀暴击一千多 直接秒掉 这样呢 还剩一个狼人 这个狼人变狼的时间 应该马上就到 应该马上就到 剑射和Mirom 应该是还有追的一个机会 哎 追错方向了 追错方向了 那这个TB应该是可以回的去 剑射也受不了了 追人太费劲 赶紧买把跳 这样啊 这波打完了以后呢 又是一波OG的一个大转 只死了一个凤凰 而且这个凤凰啊 是被抓掉的 经济差和经验差 都是在一万五千加 那么 这个局面继续下去的话呢 对于Liquid来说 就有点不太好搬回来了 因为每一次团战都是亏 这个就是不一定越打越穷 但是对方是越打越负 是这样的一个节奏了 这个就很难往回搬了 这个局面 柔染杀星这波的时间也是不到九 NOTE在干嘛 我去这个运气 这个脸也是欧洲人啊 普通攻击连续两刀暴击 而且还吃了一个双呗 这现在还是要稳 还是要稳 不要在这个柔染这边再继续纠结了 这已经看见没刷了 就先别着急了 等一等 VS是做出了一发大勋章 这个大勋章的作用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套给对方的话 可以增加一个30%的miss概率 套给友军的话 好像是可以增加一个闪避吧 25%的闪避也可以给队友 这个时候OG又是选择 开始在这个柔染这儿 准备这个柔染的拉锯战 Liquid每次都跑过来 跟OG去打这个肉山团 其实不太理智 他们这个阵容不太适合打肉山团 OG这套阵容就是肉山团专业户 下一场比赛 我估计Liquid有可能会办这个凤凰 但是办这个凤凰 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放出来一个OG另外一个强点 或者说你自己抢凤凰 自己抢凤凰也可以 这一波Liquid在上路威胁了对方半天啊 秒了半天就走了 那这样呢这个盾应该马上刷 盾大概还有10秒到15秒左右 这波OG可以等 肯定是记了上一个盾的时间了 这波可以等一等 因为最长时间无非就还有30秒 拿两个幻象出去趟一趟视野 这个盾马上刷 没有说自己砍这个肯定是砍不过有点 死闻在哪儿死闻跳进来的 默默在这提供一个吸血光环 还是这个站位 还是老战术老战位一个套路 Liquid选择一波开过往对方加的也去再找 但是这个时候对方实际上在选择打盾 这样的话尖胜带盾 奶酪给谁 奶酪给谁 奶酪是Layan拿到身上了 OJ这支队伍闻起来也是有点吓人 这里换过来 NOTEL这波又没有带盾 所以选择是几乎先秒 但是问题是有一个默的大招 直接定出了四个人 三个人 这里NOTEL被秒 NOTEL为什么要开大 为什么要开大 但是正面战场这波还是有点遭不住 有点太肥了 虚空的这个凤凰的一个变弹砸下来以后 直接就被这边砸懵了 而且剑胜现在的输出也是非常的高 再配合凤凰变弹 还有这个虚空的大招的情况下 直接把对方这三个人直接消掉 你看这波输出凤凰的输出2700多 凤凰加上这个虚空的输出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一波二换三 加一个买活 两个人加一个买活 换了三 换到对方三个人 但关键问题 就在于 现在剑胜的盾还没有掉 Line的奶也没有吃 Line一会回到战场 还可以再提供一个奶酪 这里直接选择下上这个下路的高地 龙旗没有买 龙旗可以买但他没有选择买 因为买活了以后第一没BKB 第二没有变龙 这个守不住 这个近战兵不拆了 等一下死闻的大招应该是要回头打一波的 Line没在 Line要等一下Line过来 应该是 刚才Line不在的话 正面要刚就是一个4v5 应该按照这个比赛 毕竟是一个决赛 总决赛的这一个很重要的一局 这局如果我自己拿下的话 就是赛点了 一个赛点局了 应该是不会冒险 先稳一下 现在上过来直接开始转吧 这波兵线直接收掉 那直接这波肯定是要上高 带着盾带着奶带着奶的一波 扫一下你没有人在那个用打野 那就是所有人都缩在高地上面 这波团的很关键 我们看一下这波团准备怎么开 现在Liquid这些人的站位 都还是比较小心的 像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都还是比较不错 你虚空一个大最好 也只能最多能大中我两个人 我后面还有一个vs可以救一个 这波高地og是一定要上的 因为现在是他们装备成型 最强势的一波 这波没有任何道理 不去打这波高地 没人过自己一个人选择上 先清一波开转 开转 把你一波兵线给你清掉 自己的兵线留住 那还是不打 找不到很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这个剑圣 现在虽然说他出出高 但是他不硬 掉血掉的太快了 这个盾销还有两分钟 还在找机会 这种团一定不能冲动 两边谁先冲动谁都死 视野不好 其实他如果在这块插上一个假眼的话 这个团就好开了 没有视野 没有视野就导致这个团开不下去了 回到中路再找找机会 把中路的兵线也压过来 这种高地团打不好的话 风险很大 因为对方很有可能就是 你比如一波团没打好 对方 你杀掉对方的两个人 然后你这边技能各种状态打光了 对方一买活 直接就是一波反扑 然后很有可能就是一路高地 谨慎一点没错 但是现在盾应该还有一分钟了 盾应该差不多还有一分钟就消了 这波要想利用这个盾 打出优势来的话 这波就一定要上 中路他要直接跳锤 锤住vs 两刀 把vs秒秒掉 正面战场 狼人冲来的一瞬间 直接被摸了一个大招定住 3RT非常漂亮 一个双叉加上一个大招 凤凰闪子变弹 发在这里也是很难再活下来了 Mirrorgo找到机会是秒掉了龙骑 龙骑选择买活 但是买活以后你没有变龙啊 高级步兵 没有龙的龙骑士就只剩下骑士了 就只是一个骑士 这样啊 这波团战还是让OG给打赢了 还是让OG打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无损的一个战争 确实装备领先的比较多 等级差点比较多了 狼人这个在人群里面直接被吊死 这样的话可以GG 发打龙骑开出BKB 但是这个装备你看一下这个装备的领先的有点太多了 剑胜身上的装备最少领先了龙骑 领先了两个大件 所以这场比赛也是最终没有熬住啊 没有熬住 好吧 那么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那么双方现在暂时打成一个2比1 我去吃骨饭 一会继续给大家带来第三场的直播比赛 好就到这里